口足畫家楊恩典 今天到台南的鹹北國小演講 也帶領小朋友體驗生長者的生活 天生失去雙手的楊恩典 他親身示範 怎麼樣用腳折紙跟寫字 也希望藉由他的故事鼓勵大家 用心擁抱生命中的每一分鐘 上百名學生聚在一起折紙 畫圖 但可不是用手 而是使用雙腳 因為不熟練 當然畫得歪七扭八 大家笑成一團 但這不是單純的遊戲 而是台南事先輩國小 為了加強生命教育 絲毫上午邀請口足畫家楊恩典 前來演講 帶領學生體驗生長者的生活 天生失去雙手的他 親身示範如何用腳折紙 寫字 讓滿場的學生看得嘖嘖稱奇 從小遭父母遺棄的楊恩典經過一番努力 終於成為知名的口足畫家 他用自身經驗鼓勵學生 相信你能成功 你便能成功 經過親身體驗學生都說 原來生長者這麼不方便 以後會盡量幫助他們 也要向恩典姐姐看齊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 都要勇敢的朝目標邁進 相信你能成功 你便能成功 聯合報莊中勳 台南報導